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英语中的九大词性 第一个名词 名词是事物的名称 世间万物有名字的都是名词 比如说猫cat就是名词 比如说桌子desk就是名词 第二个是贯词 贯词在咱们汉语中就是帽子的意思 它是要戴在名词的头上 那么贯词有不定贯词 第三个形容词 形容词来修饰名词 比如说cute dogs cute就是形容词 后面的dogs是名词 可爱的狗狗 第四个是数词 数词是表示数量的词和顺序的词 那么数量一就是数量 基数词 叙述词first 然后第一第二就是叙述词顺序 第五个是代词 代词是来指代名词的 比如说他就是一个代词 人称代词 these这些是指示代词 第六个是借词 借词是介绍名词和其他词的关系的 比如说she will play with you 这个with就是借词 他来介绍他和你一起玩的这个关系 第七个是动词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 表示动作和状态 动作吃就是一个动作 eat 而是就是状态 状态的动词 第八个是副词 副词来修饰动词 还可以修饰形容词 以及其他的副词 或者整个句子 第he runs very quickly 他跑得非常快 这个跑就是动词 那么用谁来修饰 用quickly这个副词来修饰 那么这个very然后非常 他也是一个副词 来修饰后面这个副词 所以说副词可以修饰动词 还可以修饰副词 最后一个是连词 连词就是起连接作用 比如说and but这样子都是并列的连词 和转折连词 所以说副词来修饰